最近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已经达至冰点,对于这样的局面,美国终于按捺不住出手了。 据了解,最近灭国国防部竟然派出30名特种兵以及数架战机,直入伊朗首都进行秘密任务,但是不曾想,竟然全军覆灭,事实上,最近,伊朗也已经对美国虎视眈眈的。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,最近伊朗集结束百艘战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进向军演行动,这无疑是对美国此前宣称要对该海峡进行封锁的一种警告。 面对这样的局面,不甘示弱的美国惊人痛下杀招,下令30名特种兵进入伊朗境内进行斩首行动,但是万万没有想到,美军还未到伊朗境内,竟然遭到全歼损失惨重。 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,没想到美军特种兵刚出发竟然突遇沙尘暴,致使全军覆没,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是欲哭无泪,哑巴吃黄脸有苦说不出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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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